1993年,一部根据古典名著《三峡武艺》改编的古装断案剧《暴青天》引发了收视热潮,成为90年代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。 在这部剧中,金超群饰演了铁面无丝的包拯,何嘉靖饰演了英俊潇洒的《玉猫》《展昭》,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除了这两个人之外,依靠《暴青天》这部剧走红的还有歌手黄安。 然而,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黄安一曲成名背后,一个女人已经默默地陪伴了她多年,从一无所有陪她到功成名就,两人是真正的夫妻,但她却不求名分。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,就在娱乐白小生,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黄安。 黄安1962年,出生在台湾新竹县竹北市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上,祖籍福建泉州。 1978年,黄安依靠文科方面的优势,初中毕业后,考入了一所知名高中,但入学没多久,就因为四门功课,不及格被学校劝退了。 父亲拿着他的退学通知书把他赶出了家门,让他自生自灭。 因为错过了高中重考的报名时间,他只能选择报考中专院校。 这时候,距离中专的招生考试还有45天。 这些天里,他买了几本参考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分昼夜的苦读。 45天后,黄安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成功录取,而且他的分数是这所学校创校以来的最高分。 校长亲自接见了他的父亲,许诺会好好培养他,让他考大学。 父亲满脸堆笑地走出了校长室,但回头仍没有给他一句鼓励的话。 1980年,黄安中专毕业后,成为了这所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。 他以全台湾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国立屏东大学。 大二那年,黄安在校外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 恰好有一个同校不同系的女生邱惠美也要租房子。 在她的忽悠之下,邱惠美答应了和她合租,她由此成为了二房东。 开始的一段时间,两人也是各住各的,互不打扰,见面也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。 然而有一次,因为家里没有给她寄生活费,她厚着脸皮敲开了邱惠美的房门。 第一句话便是,你能借我500块钱吗?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 本来她也没抱什么期望,没想到邱惠美爽快地答应了。 后来家里给她寄了一笔钱,她还给了邱惠美,并且请她看了一场电影当作回报。 在漆黑的电影院里,两人情愫见生。 在邱惠美的陪伴下,黄安度过了愉快的大学生活,大学毕业后,黄安按规定开始服兵役。 从她服兵役开始,邱惠美就一直在等着她,回到家乡后,邱惠美也跟了过来。 可能是怕黄安被其他女孩子抢走,她日日陪在黄安身边,因为年龄也都不小了。 不久后,两人就开始商议婚事。 1988年4月,黄安和邱惠美举行了婚礼。 当时,黄安不过是个无名小卒,也没人关注她,索性就将婚事隐瞒了下来。 婚后,黄安依旧过着普通的生活,面馆帮忙,餐厅唱歌是常态,另外那里举行歌唱比赛了。 她就去报名参赛,然而每次都会被淘汰,但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她来说,这或许是唯一的机会。 她无意中,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家新成立的唱片公司招人的广告,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将作品系了过去,没想到两天后收到回信,让她去面试。 在唱片公司黄安见到了音乐总监张宏达,张宏达觉得她像罗大佑一样,是那种只适合表演,不适合比赛的歌手,想给她一个表现的机会试试,于是便跟她签下了合约。 三个月后,黄安的第一张专辑一切从头发行,但却没有如她想象的那般一炮而红,仅销售了三万多张。 分析过原因之后,公司认为黄安的形象适合走同安阁、李宗盛那样的情歌路线,于是又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《初恋的故事》。 没想到发布后,销量更惨,仅仅不到八千张。 第二次失败让黄安意识到自己的歌星生涯可能就这么结束了。 正当她准备收拾东西回面馆继续帮忙的时候,事情出现了转机。 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的经理曾鹏翔注意到了黄安,觉得她的形象适合到新加坡发展。 到新加坡后,曾鹏翔安排费玉清的歌迷为黄安助威造势,所到之处皆有数百人相伴,还安排她连续一周在新加坡电视台上综艺节目。 一系列举动让黄安受宠若惊,当然也引起了巨大的关注。 她的专辑也因此在新加坡取得了不错的销量,歌手生涯重现曙光。 期间,黄安还在新加坡认识了一个女孩,两人相处不到24小时。 黄安就爱上了这个女孩,将她抱在怀里,亲吻了她的脸颊,女孩没有拒绝。 第二天,黄安又将女孩带到新加坡一家超五星级酒店,一夜过后,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 这是黄安第一次婚内出轨,短暂的激情让她的创作灵感暴增。 回到台湾后,为了纪念这位新加坡女孩,她开始筹划自己的第三张专辑《亲爱的南方妹妹》, 并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妻子,获得了妻子的原谅。 《亲爱的南方妹妹》这首专辑中充满了中国风元素,已经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影子。 可在发行时,因为公司陷入财务危机,新加坡唱片公司的曾鹏祥又突换脑梗,最终因宣传不到位,再次折戟沉沙。 不久后,黄安所在的唱片公司正式破产,公司老总十分仗义,破产前将她介绍给了上阁唱片公司。 这段时间,黄安有了女儿佳佳,因为邱惠美在出版社上班,傅贤在家的她就承担起了照顾女儿的任务。 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生活,夫妻俩商量后,贷款买了一套房子,可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,一场天降横或差点毁了这个家。 1992年的夏天,黄安夫妇和公司员工一起去墾丁度假,在饭店用餐时,服务员在给火锅添加酒精时不小心将酒精撒到了邱惠美的脸上。 黄安一靠在部队穴道的急救知识紧急进行了处理,但因为烧伤很严重,邱惠美的脸上还是留下了一道道疤痕。 然而,邱惠美在得知自己的情况后却非常冷静,坚强地对黄安说道,幸亏烧的是我不是你,因为你是歌星,要靠脸吃饭。 邱惠美受伤后辞去了工作,家庭重担全落在黄安的头上。 每个月五千元房贷压得她喘不过气,可出头之日却遥遥无期,一夕之间让黄安改变了很多。 当黄安心中已经逐渐放弃当歌星的梦想,准备回归平淡生活的时候,脑海里突然涌上的一段旋律却让她站上了巅峰。 一个秋天的晚上,黄安抱着女儿在楼下散步,猛然间有了灵感,于是急忙跑回家,很快就写出了一段五声音阶的旋律。 之后她又找来唐诗三百首从中选了李白和杜甫的诗参考着填词,一气呵成完成了《心鸳鸯蝴蝶梦》的创作。 这首歌机缘巧合地成了热播剧《包青天》的主题曲。 如果没有《包青天》,或许《心鸳鸯蝴蝶梦》只是一首不算难听的歌,黄安也只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小歌手。 然而,幸福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突然,黄安借着包青天的东风,红遍了大江南北,专辑销量突破了六百万张,成为了九十年代的顶级男歌手。 异曲成名之后,黄安买了车,买了房,存款也达到了八位数,在刚过而立之年苦尽甘来,而这一切的背后,妻子邱惠美功不可没。 从黄安穷困潦倒的大学生活开始,就一直不离不弃地陪在她的身边,默默陪伴了十年,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她莫大的帮助与鼓励, 然而直到黄安功成名就之后,她都隐藏在黄安的背后,没有一丝的怨言。 最近一段时间,歌手黄安一直是风口浪尖的人物,她与蔡英文闪婚闪离的事情不仅笑翻众人,而且还成为许多看客闲聊时的谈资。 那么,这段婚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据不完全统计,黄安公开称呼蔡英文的昵称有蔡伦斯基,黄花菜等。 从黄安社交平台上的内容来看,蔡英文的一举一动都是她最关注的事情。 佩洛西未到台湾之前,黄安公开喊话蔡英文蔡英文你听着,佩洛西赶去台湾,我嫁给你。 得知佩洛西的飞机降落之后,黄安果然言出必行,洗好了澡,化好了妆,就等蔡英文出现。 同时,准备吃席的网友们送上了一副特殊的礼物,两人的结婚照。 当然,黄安没有等到蔡英文,因为她见完佩洛西之后,时刻关注着佩洛西的韩国之旅。 搞笑的是,此次韩国之旅佩洛西相当尴尬,因为对方没有派出任何人来迎接她。 所以最后,她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 此时,黄安在北京也没有闲下来,她依旧时时刻刻关注蔡英文的所有动态。 哪怕都快凌晨了,黄安还不忘隔空嘱咐对方一句,少说废话,都快成催眠曲了。 到了2022年8月13日,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 黄安先是发文要想生活过得去,头上总要有点绿。 半个小时之后,黄安丹方面官宣与蔡英文离婚,她非常愤怒地表示不用解释,离婚。 不用冷静期了,赶紧。 至此,黄安和蔡英文为期11天的婚姻到此结束。 通过黄安给出的信息来看,造成黄安和蔡英文离婚的主要原因是林志坚。 林志坚是谁呢? 她是蔡英文力挺的对象,近日林志坚被爆出硕士论文造假之后, 蔡英文依旧对其不离不弃联想黄安所说的头上有点绿。 再加上蔡英文和林志坚的亲密合影,也就不难理解黄安为什么会单方面闪离了。 离婚三天之后,黄安再次报告最新情况昨晚,缝了四阵,太狠了。 文字下配的一张是她眼睛受伤的照片,一张则是她和蔡英文的结婚照。 又过了一天,黄安的怒气显然还没有完全消除,她忍不住和网友们吐槽就知道和洋人眉来眼去,说她两句就至此。 黄安和蔡英文的故事暂时结束了,她的社交平台上也未再次更新他们的家庭生活去世了。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,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,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,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